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台好戏鸣敌开场 大家好 我是王小迪 不久前台湾当局和索马里兰互设官方代表处的消息轰动了全岛 毕竟这是蔡英文在丢掉了七个所谓的邦交国之后首次外交进账 然而这个账收得有点水分 乍听索马里兰感觉高大上 毕竟东非之角因为海盗想要极高的知名度 但索马里兰并不是索马里 只是索马里的一部分 在1991年的时候宣布的自立 除了塞尔比亚因为位置相近和索马里兰保持着非正式关系 迄今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承认其国际地位 那也自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那如果说陈水扁和大陆是存量竞争 通过烽火外交的形式挖大陆的墙角 蔡英文就是增量创新 招单全收 积不择实 甚至还有可能经济倒贴 那赖鱼冲述这种桥段的确是很有趣 毕竟可以从中了解对面一些硬凹的理由 比如有些人会说 和索马里兰交往 让台湾人掌握了更重要的地缘位置 索马里兰日后的位置会仅次于教皇 相对稳定的索马里兰才代表索马里等等 但如果只是关注到这个层面 那就忽视了背后隐藏的更大乐趣 那很多人都会纳闷 为什么台湾能和八杆子打不着的索马里兰扯上关系 相隔千里还不能为你在联合国发声 但台湾和索马里兰能够走到一起 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前的情势 也因为二者本来就是老相识 而让二者结缘的是一个国际组织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 英文简称UNPO 其宗旨是增强在国际上 无政治代表的政治实体 边缘民族的声音 并保障其基本人权 因此其成员也主要是一些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实体 比如加泰罗尼亚 库尔德等 这还是叫得上名的 更多的是亚述信德这种小众的 UNPO成立于1991年2月11日 目前有39个会员 因为转正或者与母国和解等原因退出的 前成员有58位 总部设在国际组织林立的尼德兰海牙 很高大上 其运作经费除了成员缴纳也有社会捐助 由于该组织的结构参考了联合国 且组织性缴言严密 也被称为小联合国 我们知道联合国有一个联合国公约 UNPO也有一个公约 还有五个核心原则 第一 支持公平的自觉权 第二 支持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 第三 反对独裁政府以及宗教不容忍政策 第四 反对以反恐为名 作为解决主权争议的手段 第五 提倡保护自然环境 台湾和索马里兰同是该组织的成员 索马里兰在2004年的时候加入 而台湾不仅一开始就在 还是创始成员之一 UNPO一共有五个创始会员 另外四个中有两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 一个是流亡藏人 一个是东突厥斯坦 斯仁玉珍和阿尔金阿布泰金还做过秘书长 这两个团体因为绑上中国 而在组织内的影响比较大 甚至以组织的名义出版过 《中国黑皮书》这样的报告 分析反分裂国家法对独立运动造成的影响 台湾对该组织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 毕竟台湾的目标是联合国 总不能和一群非主流天天混在一起 相对而言 民进党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理由 态度上会比较积极 由于UNPO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主权国家组织 其成员对内外是不能使用国家名义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索马里兰和台湾之间互设办事处 而不是大使馆的原因 毕竟谁也不知道之后能被证明 不好乱捧 而且索马里兰精英也并不是真的认可台湾 今年3月台湾上报采访了索马里兰第三大党 正义与发展党的创始人 访谈总结起来三个要点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将会超过美国 台湾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那彼此都知道那点家底半斤八两没有必要 就搞得那么认真 那言归正传 因为UNPO名义上是非政府兼国际政治组织 一开始台湾在该组织中由民进党代表 2006年的时候改由七绿的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 前民进党立委张旭成还曾出任UNPO执行委员会主席 那UNPO还在2006年的时候 在自由时报的大楼召开过第八次年会 不过此后台湾和UNPO的关系相对冷淡 这段时间刚好和陈水扁毕业案马英九执政重叠 马英九是传统的国民大人 对这种非主流的派对自然是嗤之以鼻的 2015的时候台湾当局已经和索马里兰签证互面 也没见到部会首长跑出来大肆宣扬 那更重要的是 马英九时期的大陆政策相对和缓 在外事上搞所谓的外交修兵 那大陆投桃报李 台湾得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多个主流的国际组织 那蔡英文掌舵之后呢 台湾的国际处境比陈水扁的时期还要糟糕 不仅无法参加主流国际组织 还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主流国际组织闹掰了 而且从大陆身边抢朋友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也自然要在这种时候想起原来的难兄难弟 抱团取暖 那如果两岸关系持续僵局下去呢 不排除在索马里兰之后 台湾恢复和UNPO成员之间的互动 甚至主导UNPO 拉起一波人马搞沙马特 这也刚好契合了美国前段时间通过的台北法案的精神 其中有一条就是支持台湾积极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 扩大国际影响力 而UNPO是名义上的非政府 实质上的政府间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UNPO现任秘书长是一位叫拉尔夫·本齐三世的美国律师 听名字就像个大家族 是从去年开始旅任的 当然对于一个NGO而言呢 聘用谁当经理人应该是一件较为纯粹的事情 不过在眼下这个关口 确实微妙的不得不让人做出一些联想 那以上就是基于公开资料 向各位呈现的索马里兰和台湾之间的微妙关系 也许真实的故事比这些更为有趣 可以慢慢的看下去